前幾天我在Threads看到這個有趣的討論 現在很多只會用剪刑的人 都能說出自己是剪輯師了 這就是端銀時代的力量嘛 作為一位多年在YouTube領域打滾摸爬 而且堅持政治都做過剪輯師工作的人 我認為我應該有點資格 可以討論這個議題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帥狗願實力與你同在 這隻是Deeo 這隻是垃圾 我使用過Final Cut 威力導演 以及Adobe Premiere A1 還有這次討論的簡易 我用過這麼多剪輯軟體 最後我留下來繼續使用的 還是Adobe Premiere 把的爛東西 每個月都要付錢給他們 在操作上有很多BUG 想讓它運作得足夠順暢 偶爾還是得灌一些外掛程式 非常的難搞 但是我始終是留下來 其實原因也很簡單 最主要還是因為習慣 扯得有點遠 我們還是拉回來討論這次的議題 只會用剪印到底算不算是剪輯師呢 我覺得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 我們應該先回答一個問題 什麼是剪輯師 可能對一些人來說 你只要會剪輯 你就是剪輯師 只是我覺得這樣的回答 實在是太模糊 剪輯師的概念 對我來說 所謂的剪輯師 他不僅要能夠把不同的素材 剪成一支影片 他還必須同時附有以上能力 把多個素材連貫起來 且要能夠完整敘述一個故事 再專業一點 他必須富有經驗 懂得分鏡、分場、分段落 甚至連畫面的構圖 跟音樂、音效的氣氛 都必須懂得運用 蛤?這個就叫專業 只要你有這些能力 不論你使用任何軟體 你都是一位剪輯師 欸我的答案出來了 即使你只會用剪譯 只要你能夠滿足以上的需求 你也是剪輯師喔 好那講完我主觀的想法 我再來跟大家分享一些客觀的消息 我所謂的客觀就是 放下自己的姿態 傾向市場的學習 意思就是說呢 求職啊 繞不過嘛 你既然當剪輯師 你要找工作 有沒有工作室 或是甲方可能聘用你 這才是決定性的因素 那我可以很負責任 跟各位觀眾朋友說 今天你只要會剪印 有些公司真的會收你 甚至我可以這樣講喔 我去面試的公司 他還指明道姓要我會用剪印喔 我不會用剪印 他們還不要喔 在看作品集的時候 我把我的YouTube給他們看 他們可能也會 嗯 可是這影片太長了 我不要 他們還會說 你有沒有剪過抖音啊 我有剪過YouTube Shows 再跟大家分享另外一種情形 我跟其他甲方合作的時候 其實甲方公司不一定會要求我 一定要使用Premiere的軟體 更多是屬於一種默契 有些時候他們素材給我 如果我不使用Premiere 是打不開的 這個情況不算多 但會碰到 所以如果要我整理自己經驗的數據的話 大概10個客人 可能會有三組跟你說 我希望你用的是Premiere 再來六層 可能就是用默契的方式 你在溝通的時候就會發現 他們可能是用Premiere習慣的 最後一層就是不管 那這種不管 通常都是一些很短的影片 就是素材來 我就稍微剪一下 就能夠出去的東西 那這就是現實 如果你是用剪印在剪影片的觀眾朋友 恭喜你 你們是市場的鋼需 但是真的這樣就夠了嗎 前面我批一啪啦講那麼多 我不知道各位觀眾 沒有注意到一個重點就是 你會用剪印 其實只是剛好夠用而已 會用剪印它確實能夠負擔 大部分短影音的剪輯 或者是簡單一點的長影音剪輯 可是你今天如果要進入到 自己製作特效 剪印這套軟體操作起來 就有點力不從心了 剪印好就好在 它有很多已經準備好的素材啦 轉場啊 字幕 特效 音效 AI化妝 AI美顏 AI追蹤 這些在其他軟體 需要花大量時間 學習調整的功能啊 它全都整包好給你 但是就是因為你有了這些東西 你不會自己去設計 你要的字型 或者是說你要的轉場效果 甚至是影片突然出現的字卡 你都只能使用軟體 幫你做好東西 這還會造成第二種問題喔 就是當你今天使用素材習慣了 你可能就不會知道 這種效果 自己要如何從0到100製作出來 我們繞這麼大一圈 回到這支影片最初的起點 就是這篇討論 我覺得單純用工具來評論 這個人是不是警警師 只能討論到問題的表層啊 軟體啊 終究只是個工具 它是為了人的方便而誕生的東西 就像黃影的哲理 絕曾經說過的一句話 即使手上有手裡劍 也是有可能敵不過高手射出來的小石頭 關鍵都在於使用武器的人本身啊 忽略這麼重要的角度 發出來的文章 只會讓人覺得 你是不是剪片剪出優越感啊? 下面也有留言說 這種狀況就是 劣幣取出良幣嘛 以後公司只會雇用這些會用剪影的人 嗯? 我不這麼認為欸 我覺得機會來啦 機會來啦 因為今天你掌握的是更強的技術 有了這些技術 你才是真正有競爭力的人 只要今天公司是肯花錢 他們規模夠的 他們當然希望自己增進來的人才 能夠盡可能多掌握一些專業技能 這樣才能夠壓榨嘛 這些都是這幾年間我找工作JKS 真實碰到的事情 如果看這支影片的你 剛好就是剪影的剪輯師的話 我覺得這是個好機會 也許你可以花一點時間去研究一下Premiere 這對於你未來找更高階的CAS 一定會有幫助 直到... 我們都會愛一下時間